他现在已经破防了 之前那会儿呢 被我的完整理论体系 已经打的呢 就是残血状态 因为NBA官方呢 站到了我这一边 助拱了我一把 之前那会儿我一直强调 可以加一条辅助线 怎么加辅助线呢 就是能不能说未来呀 把那个第一轮系列赛 打完之后 评出来一个当主系列赛的MVP呢 第二轮第三轮都评一个MVP呢 能不能借助这种辅助线 你再一看一看 就这种系列MVP届时还值不值钱呢 那会儿就提出过这个见解 通过借助辅助线的方式 通过利用我们在高中时期 学到的一些几何学的 相关的证明指示 去验证FMVP倒比的值不值钱 这个问题 当时其实已经得出结果了 只不过那个仅仅是 存在一种理论 而现在呢 相当于理论呢 在现实当中落地了 NBA官方主动出台了 分区决赛各自也评选出来 一个MVP 恰恰就以此说明了 就在几点呢 FMVP啊 他不是唯一的个人奖项了 他也根本就代表不了 甚至连维持球迷以往那样一种 假象性的 被蒙蔽的这样一种认知 也无法做到了 现在你就个人奖项 技术赛期间都俩了 对不对 每一轮系列赛 恨不得都给你扒一个 分区决赛你说重不重要呢 他跟总约赛MVP 这两哪个重要呢 我感觉 总约赛MVP居然说 比分区决赛MVP稍微重要一点 也就那么一顶点 分区决赛MVP如果是10分 总约赛MVP也就12分 就这样 因为你没有分区决赛的冠军 你拿啥 拿这个总冠军呢 拿啥成为你晋升总约赛的门票呢 这就是前沿后果嘛 互相之间 其实本质上 每一轮系列赛呢 高低差距是有限的 而且东西分区啊 真说最终的总决赛对手 他不见得 能干得过另一分区的 这个分区老二 所以MVP官方这么一整呢 已经把这个FMVP 这韩姐亮彻底就给击溃了 根本就没了 之前那会儿他就没有资格 入选什么劳资协议 官户到一名球员 他接下来签合同 这种大事 根本就没有资格入选 之前那会儿位置说实话 比第三阵容都低的 现在你再一看 对不对 这玩意儿就一主系列赛而已 韩姐亮是非常有限的 未来呀 再拿总结MVP呢 就不怎么露脸了 因为你分区计赛也有MVP 主要是阶段性的一个小奖 这个就有点类似啥呢 季后赛版本的月最佳 季后赛版本的走最佳 这个是对于总结MVP 很恰当的一种定义了 长过日赛期间 你别说走最佳了 月最佳值不值钱 说实话也一般版 没有几个 真说这个对比历史地位 对比什么月最佳的 麦克尔乔兰跟勒布朗杖姆斯 求王子等比拼月最佳 根本就没有这一层 而总结MVP呢 现在像不像 季后赛期间半月最佳 相当于走最佳和月最佳值点 网上拔一个 他最多就是季后赛的月最佳 那你说他值不值钱呢 这叫啥玩意儿 这叫啊 月最佳值钱呢 没有那么值钱 而且他不是一月呢 半月最佳 那更是不值钱了 这就是这个奖项 他合理的定位 真说比拼历史地位呢 不应该把一个半月最佳 也纳入到一鸣球员的整体职业生涯 定位的序列花粉的这么一个逻辑架构之内 他没有资格进入的 这这种半月最佳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